哈喽大家好 今晚我们来煮一锅茶叶蛋 茶叶蛋都要煮过夜才好吃 所以今天晚上煮 明天应该就入味了 上海人摞噱头的 茶叶蛋前都要加两个字 五香煮也得 那它这个蛋里面是加了其他的调味 但绝对不是五香粉 那我们一边做一边讲 我们先来煮蛋 冷水 没过鸡蛋的冷水 白颗蛋 红颗蛋都一样 如果你不赶时间的话 火开小一点 让它慢慢熬 如果火太大 太猛的话 鸡蛋容易爆裂 水开后计时 水开后大约煮十分钟 应该没有问题了 十分钟后滚水立刻倒掉 用冷水冲 把它的温度降下来 这样冷水积一下 蛋里面的一成一就容易脱落 然后把蛋壳轻轻的敲碎 轻轻倒好 不要太用力 太用力了 蛋白容易锻炼 就这样敲 敲到它每一个角 敲碎它每一个角 这样才容易入味 接着我们再开始煮 再煮的时候 最好换一个砂锅之类的 因为酱油汤隔夜有腐蚀 我们放一杯水 两杯水 那个水最好是盖过鸡蛋 这样的话你就不用一直去翻它了 先把水煮开 水开后再放酱油 要不然水没开就放酱油 一不小心这个炉头 就会弄得一塌糊涂 水开后 我们放两个tablespoon的老抽 颜色是够深了 但是这个味道呢 还是很淡 我们再放平平的半个teaspoon的盐 半个tablespoon的糖 糖一定要放哈 如果不放糖的话 你这个茶叶蛋 只会吃出咸味和苦味 接下来呢 这个是茶叶 大约放泡一杯茶的量 红茶绿茶都行 因为茶叶长时间煮后呢 都一个味 只是不要太多 太多会苦 然后这一半呢 是八角 碎八角 大约在一个八角这样子就够了 也不要太多 就这样直接倒进去 那茶叶啊八角这些 如果你家里有小袋子 你可以装在小袋子里 如果没有的话 那这样直接下去也不碍事 然后就把火变成小火 盖上盖子 这个纹火让它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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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小时朝上 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都没有问题 只是火不能大 那个水面上哈 只要有小气泡泡就行 不要让水流失的太多 最后呢 记得零碎前关火 那明天早晨起床后呢 开火再热下 那味道会更好 如果你有耐心 等个24小时朝上 那就更好了 好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